根據馬太福音說 耶穌出生的時候 他被希律王追殺 根據馬太福音說 希律王恐防耶穌會是天之嬌子 好像現在的唐英年 恐防他將來要作王 所以他追殺耶穌 當耶穌出生的時候 希律王還在生 意思是 耶穌出生那一年 一定是在希律王死之前 在公元前第四年之前 所以如果你回教會問耶穌什麼時候出生 很多人會跟你說耶穌是在公元前第四年出生 準確說是在公元前第四年或以前出生 但這個問題其實是相當複雜的 如果你對這方面了解 是新約聖經裡面其中一個比較出名的問題 有關歷史上 因為在路加福音同樣有說到耶穌出生的時跡 他有相當詳細的詮述 他就說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說 在那些日子在歐加斯特斯 歐加斯特斯 他就有指意下來叫天下人民都報名上冊 第二節他就說是當居里樓做敘利亞巡婦的時候 最初一次報名上冊的事 這個居里樓 英文是quirenius 容易讀過中文 很巧合的居里樓 他做敘利亞巡婦的時候 報名上冊就是那天發生的事 這個問題就是約瑞和馬利亞 他們就on their way 去猶太那裡 去白利行那裡 在途中的時候 馬利亞就要生孩子了 因為他們在他們的旅途上 不知怎麽樣就生孩子了 因為客店沒有地方 Hotel、Motel全都滿了 就像那個Boxing Day那樣 有很多痴男、怨女都找不到房間 馬利亞可能就是這樣 沿途經過很多酒店都沒有房間 就被迫住 不用在維多利亞公園那裡 馬曹也可以在那裡生孩子 然後在野地裡有牧羊人 然後看到有些天使唱歌 然後就去恭喜他們 這就是我們相當熟悉的故事 就是耶穌在馬曹出生的故事 問題就是quirenius 是一個相當出名的人 是一個歷史人物 但是我們知道他在接管猶太地的時候 已經是公園第六年了 之前不是他做的 我告訴你一些故事 之前我們不是說Helot the Great的大希律 你也知道凡是偉人 有power的人 例如好像金正日 也有很多老婆 然後生了很多子女 然後搞得鬧不教 Helot the Great也一樣 在他公園前第四年 倒了柴之後 他本來在管治的地方 就落在他的兒子上 但是當時的凱撒 他看得起Helot the Great 但是看不起他的兒子 好像現在的西方傳媒說的金正恩 和他其他兒子 只會掛著迪士來玩 什麼鬼呀三歲神槍手 是吧 就是看不起他們 就覺得他們沒有能力 管治之前Helot the Great 管治這麼大的地區 所以他本來在管治的地 就分開了幾個 就分給他其中三個兒子去管 其中一個叫做Helot Achillous 他叫做Evnak 他那份比較大 有一半的地 他分了大份 他包括猶太地 包括耶路撒冷 所以他那塊是肥豬肉 Helot Achillous 另外一個叫做Helot Antipas 這個在聖經裡面 也有出現的 你留意一下 和士勢若汗有糾紛的那個人 他分的那一部分就是加利利 就是耶穌最初他的ministry 就是加利利的地區 比較北面的 另外又有一個叫做Helot Philip 他做了一些豬頭骨 他就是比較偏遠的 就是在約旦河對面 就是再遠一點的 OK Helot Philip 和Helot Antipas 他們那些 都是叫做 所以這三個人就繼承了 但是這個Achillous 雖然他當初接手是接大份 但是他這個人很沒用 可能經常想看韓劇 和去迪士尼 後來海撒覺得這傢伙真的不太行 所以就炒了他的傢伙 就是在公元第六年炒了他 OK 炒了他之後 接手的他就不再找那些希律 這傢伙都不是路的 就找了一個羅馬官員去接手 就是Quirinius 所以我們很清楚知道 Quirinius 即是接手猶太地區的時候 是公元第六年之後的事 剛才我說的難題 就是聖經研究的難題之一 特別是對於那些信心相當脆弱的 那些很喜歡護教學的人 他們最喜歡說這些話題 在歷代以來 有很多人都嘗試去解釋 在大概十年前 我可能再遠古一點 我不太記得了 老了 大概十年前 我看過有一篇文章 我覺得是相當有趣 我覺得是相當有新意 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有人要求 我講聖經講一些硬的文章 有很多字 還有英文的 這篇文是Mark Smith寫的 這個人以我理解 他通常是做舊約聖經的研究 不知道為什麼他寫過新約 不過anyway 他這篇文叫做 Of Jesus and Quirinius 這篇文就登在CBQ 就是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 我待會就可能 上載在不知哪裏 我就讓你們下載 你有興趣的可以看看 在這篇文中 他先指出公元前第四年 以及公元後第六年 究竟耶穌在哪一年出生呢 這個問題就是 我剛才跟你說的資料 然後他有處理一些問題 例如他提及 之前已經有很多人嘗試 去解答這個問題 最常見的解決方法 就是 我們不知為什麼 但是慣常的手法 就是假設 馬太福音是正確的 耶穌在公元前第四年出生 至於路加福音 難就難在路加福音上 不知如何解釋 通常他們的思維方向就是這樣 他們會嘗試去處理路加福音 有些人說路加錯了 純粹 他連份寫得不對 又或者有些人說 其實Chyrinius 他做完又做 他在希律王快死那段時間 有做過巡撫 他在巡撫 後來又再翻閹 所以他做了兩次 所以其實都不是一個衝突 人是這樣解釋 但是他就處理這些解釋 他就說這些解釋 都不是這麼理想 例如 說到巡撫的問題 我們有相當 詳盡的紀錄 例如 在希律王快死之前 那段時間 誰在做巡撫 就是一個叫Varis 我們說得出名的 又怎會是Chyrinius 他就處理這些問題 他就有相當有用的資料 有興趣的可以看 又或者去檢查一下 他是不是對 我很鼓勵你這樣做 那麼 他又提到會不會是 路加錯了 他又處理 他又覺得這個機會 其實是不大 因為這些不是容易搞錯的 這些基本上是常識 除非你是故意錯 但他又想不到有什麼原因 路加會故意寫錯他 這樣